請進 董事長 陳總監到了 剛剛看你們小時候的照片 就想到你 從小就很懂事 很會體諒人 唯一的缺點就是坐視衝動 秀謙常常跟我說 你跟文林一個太好搶 一個又太軟弱 直到外面都容易吃虧 那時候我就跟他說 別擔心 他們兩個都是我的女兒 我會一直照顧他們 文綺 說這麼多只是想要讓你知道 儘管這麼多年 你跟文林從來沒有交過我一生爸爸 但是我一直把你們當成 我親生的女兒在對待 所以當我聽到你跟友年 當我知道 你為了友年要跟我劃清關係 我心裡有多難過 知道嗎 阿姐 阿姐 一直以來你就像我的爸爸一樣 我很尊敬你 也很感謝你 但是張文綺對我來說 從來就不是哥哥 但是你們後來也沒有在一起了 友年跟慧敏交往 你也跟喬凡還有其他男朋友交往 這就說明了你們不是一定要在一起不是嗎 阿姐 你現在這麼做 是在破壞這個家 你難道不明白嗎 阿姐 如果你今天找我來 是想要確認我的心意 那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訴你 我是不會離開張友年的 只要能跟張友年在一起 要我付出什麼代價我都願意 就算你離開我們的家也不在乎 是 當時你跟我說 想回新華自創品牌 我這個做爸爸的 二話不說 就直接給你一個行銷總監的頭選 讓你放手去做去拚 既然現在 你不願意繼續當我的女兒 當我給出去的 我都要收回來 請你離開新華吧 董事長 我今天會送出職程的 好 阿姐 謝謝你這錢年的照顧 很抱歉 不能繼續打你的女兒了 好 好 謝謝你這錢年的照顧 雖然有點遺憾 但也不算一事無成吧 我如果是嗎 你急事成了 嗯 爸比你的 我自己也想走 看到昨天大家的反应 我想我还是离开比较好 那我跟你一起走 不行 你要留在新华 帮我顾着新运动 文琪 张又年 要是连你也离开了 说不定而且就把新华给卖了 他之前就想这样做了不是吗 这是你想看到的结果吗 现在只有你能帮我守住新运动 守住我妈奋斗了一辈子的新华 对不起 这件事情只能拜托你了 没错 小姐 擱死 走 我帮你 我把小光下来的衣服 不然把小光下来的衣服 不是 我把小光下来的衣服 不然把小光下来的衣服 不然是谁 不然把小光下来的衣服 我吃 柳依 你家总监怎么了 你财富不一定在追问 对啊 陳總監怎麼會突然離職 而且董事長竟然沒有胃流 聽金秘書說 剛剛跟董事長談完 他就說要走了 那該更不會是 跟董事長意見不合 然後吵架了吧 哪有可能 對 妳怎麼不講話 對啊 群星 陳總監都沒跟妳說他要走了 你們問過了沒 我就不知道 你只問 幹嘛這麼羞 我們關心一下 陳總監突然要離職 劉欣欣以前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們體諒他一下 等一下我請喝飲料 要喝什麼是一點 妳要喝什麼 總監 這段時間很高興能跟各位共識 新運動能有這麼好的成績 都是靠你們每一位的努力 才換來的 真的很謝謝你們 接下來大家還是要繼續加油 千萬不要因為我不再去開始偷懶 小心 我會偷偷盯著你們 總監 你可以告訴我為什麼嗎 對啊 陳總監 你突然要離職 我們大家都不早該怎麼辦呢 其實 其實 其實我 我是要去談戀愛 準備嫁人了啦 嚇到了吧 這個理由是不是很不像你們認識的工作廣程總監 我是因為這樣所以不好意思說出口 不過沒關係 等我結婚的時候 你們再喝喜酒就好了 晰晰 晰晰 你 你不要哭了 你總監 你走了之後我要怎麼辦 你放心 我已經跟張總監說好了 就算我離職 你的工作還是照舊 可是沒有你盯著我 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得更好 你雖然總監 你常常罵我 可是你教我的每一件事 你給我的每一個建議 我都很認真在聽 我這麼努力用心學習 就是希望可以成為你的得力助手 可是你居然就要走了 既然這樣 你更要幫我顧好新運動 我的很多美稿只有你知道 所以你要好好替我把關 你們大家 一定要繼續堅持 繼續做出好成績 讓那些原本不看好我們行銷部的人 都再也不敢輕視你們 好 大家加油 加油 我送你下去 好 總監再見 好 總監